我是米安,我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我好棒棒,所以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好棒棒的展览。 一百六十几年前有一个叫大英帝国的国家,不是大英帝国,是大英帝国,你在想什么啊? 那阵子他们的国家不知道出了什么很纯的东西,所以脑力大开发,然后每天大家都在发明好像好厉害的东西。 他们想了想觉得,哎我们这么厉害,不给全世界的大大们知道一下多可惜,所以就随便办了一个展览给大家看看,反正我们这么中二,而且世界各地都是我们的殖民后花园,所以展览国除了自己以外,顺便邀请一下自己的殖民地和藩属国一起来展一展,然后太落后的国家一律不给展,反正你那么落后你也不知道要展什么,结果发现也算是半个世界的展览了, 所以后来人们就说这叫是博会,啊这么猛的展览,当然要有一个更猛的展馆,那要找谁来盖呢?当然不要找建筑师啊,你看看留上建筑系有人在盖房子吗?没有吗?对不对?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园艺师不误正夜剪花剪一剪,发现一个小女孩站在亡帘的叶子上,结果叶子没有变形,这个园艺师就开窍了,然后她就随便想了想,就想了一种用玻璃和钢铁所打造出的温室结构。 但是这么厉害的结构拿来单位是不就很可惜,不如拿来盖点更厉害的东西,所以她就跑去设计了万国博览会的主场馆。 你不要觉得做园艺做到该建筑很夸张,社会在走技能术就是要乱点,你看看亚马哈从修月起修到开发出,因为来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吗? 后来是国展完这建筑拆了也可惜,不然就把这展馆继续拿来展好了。 顺便一提,这个园艺师在里面设计了大大小小的喷泉和瀑布,对你没听错,有瀑布经过了各种尝试,他们利用了两个大型水塔供应了园区十二万加仑的水水。 后来女王到当地的时候,一阵风吹来女王的裙子就飘漆来了片你的结果,喷泉和瀑布的水就把女王弄湿了园艺师绝的计划,通老子这一路设计下来就是为了这一颗阿特特没有啦,这是我乱讲的。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学到了,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猛,当然就要好好展给别人看,然后你不要觉得做园艺以后就都只会做园艺, 所以学设计也不要觉得以后都能做设计,人家可以盖展管理,当然也可以炸鸡排。 说到这里你们一定觉得你内容讲完了,怎么还这么多干话不是啊,我猜下一组就还没准备好啊,所以帮他们拖一下时间超爽的。